出去的時候很像在我們立定跳的那個動作 瞬間的力量 利用我們屁股的力量 左腳往前送 整個人往前跑跳越遠越好 GO 很好 有感受到阿南哥的爆發力 所以我們第一步一定要跳得很比較遠 然後我們就有機會 接下來要進入100公尺特訓的環節 那我們請國手葉民來介紹一下 今天的特訓的一些項目 好那今天的我們特訓項目 我們主要就是介紹三個 因為我們在短跑100公尺 很重要就第一個就是反應 免反應能力 反應越快就是一定是越遲強 再來我們100公尺還有起跑 免起跑能力爆發能力比較好 所以我們第二個會針對起跑部分去做加強 為我們南哥做加強 好 那第三個呢 可能我們南哥已經很久沒有跑步了 我們針對跑桿 再去做一點就是刺激 跟加強的部分 沒問題 然後看這三個特訓後 然後我們看我們南哥的100公尺 等一下後側 可不可以再更好 OK 那我們就開始第一項的特訓動作吧 好 沒問題 一個呢我們這個反應 反應特訓呢 我們會做點小遊戲 那首先呢 我們會請 等一下請我們南哥 我先示範一次 好 我們會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 好 我們做一個盤腿做的動作 然後我們再請我們南哥呢 閉上眼睛 閉上眼睛 心無旁駕的 聽我的派手聲 然後他就要馬上起來 往前跑 OK 好 那我示範一次喔 等一下呢 好 像這樣子 那我們雙手呢放在我們膝蓋上 好 一聽到拍手聲的時候 馬上往前衝 哇 OK 好 OK 好 準備囉 好 聽到拍手聲 馬上往前衝喔 OK 很好 好 停 OK 那第二個動作呢 一樣我們就坐在地板上 好 應該是盤腿嘛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抱 好 抱膝蓋 抱膝蓋一樣 眼睛閉起來 好 往前鬆 OK OK 好 抱膝蓋 好 注意我的拍手聲喔 好 衝 很好 OK 漂亮 我們這個反應小學器呢 來到最後一個動作 那等一下我們就做一個趴著 趴著動作 趴著 好 趴著 好 趴著 好 我們雙手可以這樣子撐著 撐在地板上 好 按下 往下看 好 聽到拍手聲的時候 馬上往前衝 OK 好 我們眼睛閉起來 注意拍手聲 很好 OK 接下來呢我們針對 起跑 跟起跑動作 來做點加強 一樣我們做這個 蹲距式起跑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哪些事項 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 我們等一下蹲下去的時候呢 我們前腳 前腳 像阿南哥 你是哪隻腳在前面 左腳 OK 好 好 那我們的前腳跟起跑線的距離呢 大概呢就是我們小腿的距離 所以我們等一下蹲下去 蹲下去 好 我們膝蓋 這個平行線 對齊我們的這個起跑線 就OK了 好 然後再往後 往後 好 這個距離呢 就是你的小腿的距離 OK 好 那再來呢後腿呢 我要放在哪裡 一樣 我們的 後面這隻腳的膝蓋 對齊我們的左腳 好 就是阿南哥前腳的部分 好 那就是我們後腳可以放的距離 好 一樣 好 那再來呢 我們身體往前 好 我們在放起跑線的時候呢 你要怎麼放其實都可以 但就是我們手呢 就是不要壓到線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手要放在我們線後 像這樣子 線後 OK 好 那再來呢 距離 你那個握的距離 其實都因人而異 那我的呢 我是習慣說與肩同寬 像這樣子 我的大拇指 對齊我的肩膀 另外這手也是 對齊我的肩膀 好 好 那阿南哥 就是固定 好 那我們針對 起跑 預備的時候 我們做一點就是 調整這樣子 好 阿南哥我們先做一次 預備的動作 好 OK 好 來 預備 OK 好 停 好 阿南哥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做動作的時候呢 好 基本上 我們起來的時候 就是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不要這樣撐著 像阿南哥剛剛做的動作 就很標準 就是屁股 圍一抬 圍一抬就可以了 圍一抬就可以了 不要 做抬一點點 你只太一點點 你的人 退不出去 太高呢 你起跑的時候呢 會往下掉 你重心會往下掉 大概針對阿南哥的動作 我們做一點調整 好 來喔 預備 好 OK 那我們屁股會稍微下來一點點 好 就是這個動作 置中的部分 剛剛是有點過高 就置中的部分 這樣子 維持這個姿勢 OK OK 好 這是我們這個 從 各就各位 到預備 這個過程的調整 剛剛呢 我們是講到 就是從各就各位 然後預備 這個過程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 是哨聲出去 這個動作的部分 好 那一樣 我們蹲下去 好 我們起跑 出去的時候 很像在我們立定跳的那個動作 瞬間的力量 OK OK 好那我們在 瞬間力量出去的時候 其實是用我們的前腳 前腳來發力 雖然後腳是踩我們第一步 但是我們是運用我們的前腳 也就是等一下阿南哥的左腳 跳出去 我們整個人要往前泡一樣 利用我們寬節 屁股的力量 讓我們左腳 往前送 往前帶 OK 整個人往前泡這樣 利用我們最大的力量 像這樣子 好 預備 起來的時候固定 找出一個最舒服的位置 好 那就是跟莉莉那條一樣 跳出去 OK 試一次 試一次 差不多這樣 OK 好 OK 好 那等一下 預備起來的時候 整個人往前跑 往前跳出去 跳越遠越好 那之後呢 馬上換步 換步 越快越好 OK 來 預備 GO 很好 很好 對 有感受到阿南哥的爆發力 就是有點這樣跳出去嗎 跳出去 整個人往前泡 OK 然後之後呢 我們後面幾步呢 就是快速往下跳 踏踏踏踏踏 沒錯 那主要是我們第一步一定要跳得比較遠 我們就有機會 OK 可以請燕明示範一次 大概就是起跑的那一瞬間 OK沒問題 好 這是 好 OK 這個 國家級的示範 哇 這個 神之起步 天啊 真的超快 這個0到100的加速 非常可怕 好 那我們練習一次 盡量模仿 好練習一次 OK 預備 GO 很好 OK 原來是 出去的 換步比較慢 對換步比較慢 但這就是 主要是力量 力量一定要吃到 就沒什麼問題 OK 好那再補充一點 阿南哥 我們起跑差不多 10公尺 到20公尺左右 我們現在就是身體的是 是前傾 對前傾 我們現在不要馬上往上抬 沒問題 對保持那個重心在前面的感覺 好 對好 那這就是我起跑動作加強的部分 好 我的預備聲 OK 預備 GO 很好 對好很多 有有有 OK 有 這段好很多 度比較順 又往前送 對 要需要你夠壯 力量夠大 直接往前 運用那個力量 力量要吃到 沒問題 OK 然後核心出力 讓自己身體保持 對一個前傾這樣 所以起跑的重點就是 把重心稍微先壓低一點 壓低 對壓低一點 然後跨出去的那時候很像力量跳遠 沒錯 然後把力量釋放出去 OK OK 好 這是我們起跑動作的部分 OK 那利用特訓稍微休息的片刻來跟葉民閒聊一下 OK 那葉民在近期在這個左訓那邊過得如何啊 因為就是我是被徵召進去的 目前是被徵召進去 所以等於是國家特別選上你去做一個培訓 對算是這樣子 哇 這個意義非凡啊 那在裡面的生活就是有可能就是稍微枯燥法會一點 OK 但是就是為了自己的夢想 嗯 然後自己希望可以達到的目標 然後在裡面犧牲這樣的過程 我是認為就是還是很值得啦 那就是我覺得身為運動員 反正就是要跟這種孤獨感去做 對 陪伴啦 對其實身為運動員 就是其實我們都是孤獨的 對沒錯 那包含我也是 在健美的比賽場上 就是其實永遠都是在跟自己比 我相信在田徑賽場上也是 也是一樣 就是超越上一次的成績 其實是我們最希望看到的 沒錯 尤其是田徑又是一個個人項目 我覺得身為又是更孤獨 OK 對 然後那彥鳴就是因為 我記得你現在還有在唸書嗎 是是是 對 那也順便介紹啊 彥鳴他其實也很優秀 他有繼續的唸這個碩士班 對 那也是在我們東華持續的進修 那我想必他這個文武雙全的成績 那應該會讓很多人都被你圈粉 好的 最後再問一下彥鳴覺得 就是說對於今年亞運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期許 亞運目前的項目是團體項目 OK 那我們就是盡力去比 但我們主要的重心是放在今年10月份的全國運動會 OK 全國運動會的話是由我自己的個人單向 OK 那個人單向就是其實說 可以在今年的成績 雖然有突破以外 希望今年全運會可以拿下 破全國紀錄 對 希望 但是就是保持好狀態才是最重要的 OK 沒問題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吧 好 那第三個呢 特訓的部分呢 是我們要訓練一下跑桿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主要 我們放著三個 一二三三個腳椎 那三個腳椎要怎麼用呢 就是我們等一下模擬一下 我們等一下跑100公尺 過程那種途中跑那種跑桿 很舒服的感覺 把那個舒服的感覺做出來這樣子 好 那前面呢 我們這個第一個腳椎就是起點嘛 到第二個腳椎就是 差不多一半的部分 好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抬腿跑 這個過程中有什麼樣的就是技巧呢 好我們做的時候呢 非常很輕鬆的 包含你的白手跟你的抬腿 都是用很輕鬆很舒服的方式去完成 好 到這邊 好 從這邊呢 到後面 因為我們 我們跑100公尺的時候呢 後面的速度一定會再上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從這邊過了以後 我們要把我們的就是 節奏再加快一點 但是還是以輕鬆的方式去完成 剛剛這個抬腿跑動作 三個腳椎去提醒自己 過第一個跟第二個它的加速的分配 對沒錯 對 因為我們在100公尺的過程中 那個加速的分配是很重要的 好 前面的很輕鬆喔 輕抬腿 腳往上抬 對 輕抬腿 輕抬腿 OK好那過第二個腳椎開始 那抬腿的時候 我的腳要往上還是往後 一往前為主 OK 就是一樣往上抬 輕鬆往上抬就可以 OK OK 我們記得我們前面 這個速度不要太快 也不要往前太快 沒有問題 我們把跑桿做出來 OK好來 第二次 好來 慢慢的慢慢的 輕鬆的輕鬆的 千萬不用力不聳肩 背固定好 好 過第二個腳椎慢慢加快 很好 對很好 OK 我們做跑桿也是讓我們就是 我們腳跟地板接觸可以再更靈敏一點 如果是以我們落地來講的話 像短跑100公尺從事 會比較希望是讓腳掌的哪一個部分先觸地 OK 南哥是問到一個非常非常專業 一些pro級的問題 我們以前在小時候跑步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說 就是要用腳尖這樣搓地好像會比較快 那可是呢 短跑選手在跑步的時候 最有效的發揮方式是 是用我們利用我們前膠掌的部分 OK 前膠掌的部分去做跑步 不要用搓 因為你這樣搓 搓就是我們在力學上就是煞車 對 所以說你用搓的話 其實一直都在煞車 反正是費力的 OK 所以我們用 剛剛為什麼我們前面二次要做馬克筆 馬克筆就是回抓的時候 剛好是我們前膠掌抓回來 最好發力往前推的方式 OK 所以說阿南哥剛剛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用我們前膠掌的部分 去做踩地的動作 GO 輕鬆輕鬆 感受一下對地的感覺 前膠掌踩地 好 開始建立我信心了 OK 特訓結束 那經過剛剛的特訓 現在我對於短跑100公尺的技巧 又學到了不同的這個方式 那等一下呢 我們休息一下 就會進行今天最重要的100公尺的後側 OK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拭目以待 去吧 GO 再來 快到 好 好 OK 那剛剛跑完100公尺的後側非常喘 準備進行 公布成績的環節 好 最後呢 我們阿南哥 後側100公尺的成績 是 13秒 34 有進步 有進步就好 那在這個一小時裡面 我們阿南哥進步了0.06秒 我們在短跑項目中 要進步0.01 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阿南哥在這個短時間 能進步到0.06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的棒 真的非常棒 都要多虧燕民的指導 相信這個經過這一次的特訓 我對於100公尺的技巧 就有更多的這個理解 然後其實我覺得100公尺對於 一般民眾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是 要包含你平常在生活功能上 你要趕高鐵 你要趕公車的那個瞬間的爆發力 非常的重要 沒錯 然後他也就是跑步的技巧 其實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一不小心就拉到了腿後側 對 那我認為就是阿南哥 他的領悟力是非常好 剛剛前面三個特訓 他都做得非常的棒 希望阿南哥之後在其他項目 也可以保持這樣的精神 也很開心 就是今天能夠邀請到 第一集就可以邀請到 如此國家級的來賓 好那就真的很謝謝雁明 OK 那我們今天愛上體育課第一集 短跑100公尺的特訓 正式下課 OK 我們下一堂課見 掰掰 掰掰 喜歡這個油脂的操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